138亿年前的大爆炸 创造了今天的宇宙 也由此诞生了地球 诞生了生命 但是大爆炸创造的宇宙 可不止我们所在的这一个 它同时还创造了近乎无数个其他的平行宇宙 这些平行宇宙中 有些拥有和我们的宇宙同样的物理法则 甚至还同样拥有高等文明 只不过这些平行宇宙中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 在某些宇宙中 小星星并没有撞击6500万年前的地球 恐龙这个种族也因此进化出了高等智力 而在另一个宇宙中 地球距离太阳很近 以至于一直都无法诞生生命 我知道以上的内容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以上这些推测 却是由物理学家们提出来的 甚至包括霍金在内的诸多顶尖物理学家 也是平行宇宙理论的支持者 宇宙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 于200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文中他把平行宇宙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平行宇宙 和我们的宇宙拥有相同的物理常数 但是构成物质的各种基本粒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第二类平行宇宙 它们的物理定律大致和我们相同 但是基本物理常数有可能不同 第三类平行宇宙 随时随地都在诞生 具体来说 一件事发生之后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 这些每个不同的后果都会形成一个平行宇宙 第四类 这些平行宇宙的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 都不同于我们的宇宙 这里我想对第三类平行宇宙做一些补充 第三类平行宇宙的概念 是由量子物理学家埃弗雷特最先提出 它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 是为了可以在不考虑波函数探索的前提下 诠释量子力学 它认为 我们的每一次决定 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分支点 都将创造出一个平行宇宙 比如 如果此刻你关掉了我的视频 去看其他频道 那么你的这个举动就创造出了一个平行宇宙 而在另外一个宇宙中的你 不但看完了本期视频 还点了赞留言 从此人生一帆风顺 用更直观的语言来解释第三类平行宇宙的话 平行宇宙就像放烟花一样 随时随刻都在大量的产生 这些平行宇宙的物理法则和物理常数 都和我们的宇宙相同 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只在于存在于它们之内的人 都做了不同的选择 并做着不同的事情 但是 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多数物理学家还是认为 其他平行宇宙的物理法则和各种物理常数 都是各不相同的 而在我们这个宇宙中 之所以有生命诞生 是因为各种物理常数都恰到好处 简直就像是被什么人精密设定过一样 这个设定的精密程度夸张到 只要任何一个公式里的任何一个参数 稍有细微差异 整个世界就会面目全非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命诞生 比如 如果某个平行宇宙中的质子的质量 比我们这个宇宙中的质子质量 再重0.02%的话 它们就会极不稳定 从而衰变成更小的粒子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原子的存在 这个平行宇宙中 也就不会有任何复杂物质存在 或者 如果某个平行宇宙的引力 大于我们的宇宙 在更大引力的吸引下 这个宇宙中的恒星会更热 密度更大 从而导致它们的寿命 只有短短的几百万年 完全不够支撑它周围的行星上诞生生命 另外 平行宇宙的存在 不止仅由量子力学提出 物理学的另一个软门领域 弦论也暗示了平行宇宙的存在 弦论预测 除了我们的宇宙以外 还存在10的500次方个其他宇宙 如果你对这个数字的大小没有概念的话 科学家们推测 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中 所存在的所有原子的数量 不会超过10的80次方个 所以 如果弦论的预测是正确的 平行宇宙的个数 可以说近乎接近无限 弦论认为 其他的宇宙很大可能 和我们这个宇宙完全不同 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质子并不稳定 它们会马上衰变 所以可以构成 复杂物质的原子和分子并不存在 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结论和量子物理学家们 推测出来的结论 不无而合 退一步讲 就算量子力学和弦论的预测 是错误的 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一个宇宙 由于科学界目前认为 宇宙无限大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宇宙 必定会从某个点开始重复 因为世界万物是由粒子组成 但粒子们的组合方式 却是有限的 物理学家布莱恩·格里尼固算出 粒子的组合方式 有多达10的 10的122次方种 这虽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和宇宙空间的无限大比起来 这个数字还是很小的 所以 无限的宇宙空间 加上有限的粒子组合方式 比较导致 在宇宙某处出现相同的重复事物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在宇宙中 一直旅行的话 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另一个地球 并在那个地球上 遇到另一个你 平行宇宙之所以总是给人一种 科幻 玄幻的感觉是因为 目前为止 人们并没有办法观测到 平行宇宙的存在 但是2020年5月 NASA的一项研究成果 让人类第一次触及到了 平行宇宙存在的证据 NASA的一组科学家 在南极进行了一个实验 他们使用一个巨型气球 将脉冲顺变天线 掉上极地的高空 想通过这个天线 接收并检测 来自太空中的中微子 之所以在南极进行这个实验 是因为南极极端寒冷和干燥 从而可以提供一个 没有无线电造成干扰的 完美实验环境 然而在分析数据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仪器检测到的数据 和预期完全相反 按照目前已知的理论 中微子只可以从 外太空下行至地球 所以预期的检测结果 应该是接收到从上到下 即使接收到 从外太空打下来的中微子 但实际的数据却表明 仪器接收到的中微子 不但不是从太空射向地球 反而是由下向上 从地球射向太空 这个中微子的逆行现象 让他们感到非常蹊跷 并且团队还发现 这次发现的中微子 和以往的完全不同 以前发现的中微子 都是左旋 但这次发现的 从地球射向太空的中微子 却是右旋 由于这个诡异的结果 无法用现有的理论 得到合理的解释 团队在经过再三论证后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次接收到的 从地球射向太空的 右旋中微子 或许是从 另一个平行宇宙中飞出来的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 物理定律是反的 所以仪器才会接收到 从地球飞出的右旋中微子 虽然这个结果 无法作为一个可以证明 平行宇宙存在的铁证 但此次研究 事实上首次通过仪器的观测结果 推测出平行宇宙存在的可能 实际上 早在物理学家们 提出平行宇宙概念的几千年前 古印度文献中 就记载有很多 关于平行世界的传说 古希腊也认为 在无限的空间中 存在着无数个其他世界 佛教理念中提到的 三千大千世界 同样也和平行宇宙的概念 极为相似 霍金在去世前的几个月 在英国剑桥大学 做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演讲 演讲上他说 我们并非处于一个 单一的独一无二的宇宙 虽然现在还无法证实 但我们的研究成果 却暗示了多元宇宙 几乎肯定存在